同樣發生在新北市蘆洲 是一起車禍意外 當時一浪修旅車 因為閃避不及 前方要左轉的汽車追撞上去 當場失控撞上旁邊工廠的柱子 還停了下來 幸好當時沒有人員造成受傷 監視器拍下大馬路上 汽機車來來往往 白色汽車直行往前開 正當他減速想要左轉時 後方回色修旅車 竟直接追撞上去 白車後車廂被撞凹 回車更是慘失控滑行 撞上一旁柱子才停下 不只保險桿掉路中 車頭凹陷零件通通碎了一地 巨大碰撞神經洞附近住戶 車禍發生在新北市蘆洲區 12號下午2點多 弘信駕駛一次晃成 沒注意到前車踩毀 閃避不及追撞上去 警察貨報後緊急前往救援 雙方都沒有救駕 索性也無人受傷 蘆洲區中山一路一處 有發生交通事故 立即派遣到現場車會 照相排出車禍 經了解為一字小殼車 與前方車輛發生交通事故 後又插撞路旁工廠柱子 然而幾小時後 在台北市的西門町 同樣發生車禍事故 黑色賓士汽車撞上人行道 變電箱都被撞歪了 到底是怎麼開的 當時游戲男子開車經過成都路 想變換車道 卻一絲沒抓好車距撞上路過的賓士車 情形駕駛為了閃避 才會失控撞上變電箱 車上駕駛都沒有大礙 但恐怕破壞了週五下班的好行情 記者通的報導